這個也是 對 這個也是 那我想說是因為 很絕對旅行 春天 就是可能在忙碌的生活 今天有時候說 有時候需要跳牌 對不對 你是其他一種旅行 雖然居有很多 去年旅行的旅行旅行嗎 國外還沒有一種旅行 是 對 這個我可以 小海的旅行 那跟車如果踏上去沒有 時間不多 有沒有男人 男士 我們先跟你跟這個男士 再聯繫一下 對啊 我們等下換座的時候 我們來順便聯繫 非洲男士有沒有 一副名字而已 快點 以前對你來說 你這個人學的好了 對阿 直接氣得快 以前我對你來說 對阿 所以其實 旅行這東西就是 沒有一個正確答案 因為大家都旅行 都有一個想像 我們網站 就是Hello City網站 我們其實 今年已經辦了第三屆的 任務旅行 那我們的地點公 目前都還是一直在納約 為什麼呢 這些都會告訴大家 但是 我們目前就是辦第三屆在納約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們 就是在納約的納約 然後他們執行任務的時候的照片 其實我們的任務旅行 是在2022年5月 我們到的第一次 那我們的第一屆其實是很簡單 那時候還沒有提供機票 那個時候只提供約一三名 然後我們其實提供他們免費住宿 就是你可能要自己的話 就要請然後到納約去執行任務 那這是我們第二屆的主題 我們每一年都會有一個主題 但是其實我們 我們要強調的就是說 我們希望台灣的年輕人 可以進入旅行 這種看起來很軟性的東西 那你走出去 我們提供你這樣的機會 讓你可以去國外去看看視野 而且是在像納約那種 國際型的大都市 它是可以開創非常多的機會的 那我們這一屆 第二屆的主題就是 納約我要讓你看到台灣 我要讓你看到台灣的什麼意思呢 我們這一屆其實我們希望 你們想要參加這個任務旅行的人 你們自己提案 然後告訴我 你要如何到納約這個地方 讓大家看到台灣 等於說你要把自己當成是一個 我今天就是要做國民外交 或是要宣傳台灣 那我要怎麼做呢 其實方式有千百種 那我現在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當時的前三名 他們跟別做了什麼事情 去宣傳台灣 那這個是去年的第三名 他們其實是兩位女生 那這兩位女生呢 他們的任務旅行就是 他們想要到納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是有一些規定 譬如說 你要去宣傳台灣 那台灣有什麼樣子 哪一些好的地方 值得你宣傳呢 那他們的案子 其實就是結合了台灣人情味 然後台灣的茶文化 以及台灣的自行車的 這個企業這種文化 那他們就想說 紐約如果有 我先問一下 現場有去過紐約的人嗎 那一位先生去過 沒有 紐約是很大的都市對不對 那其實紐約觀光非常非常發達 然後再看到這個車子 其實就是紐約他們 像旁邊那就是中央公園 那他其實周邊 有很多這種是屬於觀光車 就是有人力車 然後在那邊騎車 那可能就是譬如說 一個小時他收費你多少 他就帶你去走哪些路線 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兩個小女生 他們就想說 好 那我們就到紐約去租租這種車子 然後我就提供免費 就是我不收費 然後我來載紐約課 那我在課的時候 我就可以跟他宣傳說 我是來自台灣 然後他們還準備 從台灣準備了一些冷泡茶 帶到紐約 然後請這些乘客來喝茶 然後呢 也跟他們解釋一下台灣文化是什麼 就是他們在做的事情 那其實他們這個任務呢 是中間有一些蠻多波折的 因為譬如像 你看到這張照片 這個女生 因為那種車其實 對於當作用男生在騎 然後女生其實是有點失利 然後他 而且這種車是 你必須 不是說你租就租得到 因為你等於是要 當作人租這種車 他是要去營業 而且你必須要有 車夫的執照 那我們這個女生 他就是有拿到 他應該是第一個台灣人 在紐約拿到這種 車夫執照 他就接受訓練 可能幾天的訓練 然後載他們倉庫 然後要試載人 然後要了解一些交通規則 所以他等於就是先受訓 他才能夠去載客 然後這個呢 就是他們 在 有一個叫 董督島的地方 他們去載客 那他們就把這個車子 打扮 就是裝飾成 就是 茶椒 媽祖 等於畫 然後 把它看起來 就是 很有一種 台灣的民族風味 那如果外國人看到 就會 好奇問下 這什麼東西 他們就有機會跟外國人講 這個是台灣的 茶椒媽祖 那 我可以讓大家稍微看一下 他們 因為我就一直講 可能你們比較不能感同身受 那我們可以透過影片呢 看一下 他們做了 怎麼樣的事情 可能沒有辦法讓大家看全部 因為其實影片蠻長的 所以我就截取 片段 這個是他們在路上問人說 欸 要不要讓我們免費再課這樣 那你可以看到他們其實一開始 遇到蠻多失敗的 這是我們在中央公園 帶的第一組客人 對啊 其實很辛苦 而且那時候是七八月非常熱 而且他要邊一起邊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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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 對 但是去觀光然後就遇到了 熟練了 你看很熟練 好 那大概後面就是一堆我愛台灣的 其實他們這個任務我覺得蠻有趣的啦 而且其實有他的困難度 有挑戰性 那我們來看一下去年的第二枚呢 其實去年全部都女生欸 我們三組全部都女生 這個第二組他們也是兩個小女生 然後都在念大學 那他們這一組呢 其實就是兩個熱愛搖滾院女生 他們覺得這個 台灣的搖滾院音樂其實是非常棒 但他們覺得說 其實世界上知道台灣搖滾院的人員 是非常的少 那他們覺得那也要去 也要讓大家知道說 欸來自台灣的音樂也是很棒的 那他們怎麼做呢 他們其實就是 他們去 他們自己做了兩張專輯 就自己找了 他覺得不做了一些 高分的獨立樂團啦 然後做了兩張洋鬼音樂專輯 還有海報 就是一個刊物這樣 那他們的任務其實是跟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他們去 等於去採訪紐約有很多一些獨立的唱片行啦 這些 那他們就是去拜訪 然後去跟老闆推薦 欸這是台灣的音樂 然後去問老闆他們願不願意讓他們放這個專輯在那邊 其實這個工作不是那麼容易的 然後他們第二個任務就是 他們在紐約的街頭 然後他們可以擺攤 然後去 一樣就是跟紐約客去 有點像是 半宣傳半販賣這樣 就是 欸你這樣一擺攤 很多人就會有 就覺得好奇 就會過來了嘛 那他們就可以跟一些路人去介紹 然後這是台灣的音樂 讓他們也現場販賣這樣子 那這是大現場的照片 這是他們要跟那些客人在解釋 因為他們有做這個 看文明說他們就可以透過看文明 跟很多紐約客解釋 欸這是來自台灣的要給樂團 那他們在不同的地點 他們也會有不同的形式 譬如說像這個是紐約的華盛頓公園 那他們就在這邊用一個小小的行李箱 然後就開始在做起生意 跟推廣的生意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去年的第一名 第一名呢 他們是兩個喜歡算多歡樂的女生 那我覺得他們的部分其實蠻有趣 我就不解釋太多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部分 其實直接給大家看影片 你們就知道 那同樣的 因為這支影片很長 所以 我就拿到我覺得最精彩的部分 那他們這一個 任務其實就是去到紐約 直接去問當地的人說 想到台灣 你想到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紐約客怎麼回答 這是在台灣 這是在台灣 這個都還在台灣 好 謝謝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好 然後現在開始就是在紐約的部分 好 然後現在開始就是在紐約的部分 然後現在開始就是在紐約的部分 可以這樣可以 可以這樣做 你會做一些嗎 可以這樣嗎 可以這樣做嗎 可以這樣做嗎 大家好 你們可以這樣做嗎 可以這樣做嗎 可以這樣做嗎 I can't remember what the population is, but it's not actually that high. I know it's not like it's not like it's not school. But the Catholics are paid, and they're probably going to spend some time. People from there who read the directly from the city side. There's a lot of people from there.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There's a lot of people from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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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If you have any興趣, I'll see you next time. This is our first year. They're hoping to create a holiday. They're hoping to go to the world in many different places. S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go to the world in many different places. This is our last year. This is our last year. This is our last year. dzi-nepish 前進有約 今年的我們就希望讓台灣的年輕人想一下 你們的夢想 怎麼讓一個旅程去跟你們的夢想 一樣是連結 怎麼去結合 我們就把這問題拋出來 看我們的年輕人他們怎麼去 把一個旅程結合他的夢想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年的第三組去的 他們是兩位舞蹈系的學生 他們是一個男生的女生 他們很喜歡熱愛的表演 那既然他們自己是懂得怎麼表演舞蹈 所以他們就是想要結合他們自己本身的優勢 他們的未來也是希望說 他們很想要在舞蹈這方面 能夠展現他們的長才 所以他們 不過因為他們是南臺灣的學生 所以他們其實學舞蹈本身 其實是從一些比較民族性的舞蹈去開始的 所以他們就想說 把這部分帶到美國去 也可以讓美國可以透過 這種比較具民族文化的特色去認識臺灣 那他們就想說 那我就 三太子四部分 他們就想說 那他們就做一個行動教授好了 所以他們是 穿著三太子的這樣的服裝嗎 然後到美國就是透過特林橋 他們就去做一個Food Hub 然後去看這些延續的反應 那他們得到了很多人的愛的告報 那當時也有很多人都覺得 欸 那你 那你 那你會很心急 那你這個大的猶猴 他們都覺得是猶猴 他們都覺得這是什麼東西 那他們就藉此跟他們交流 那他們就藉此跟他們交流說 欸 剛才你是台灣的神啊還是什麼這樣 那他們就來到這個是 Times Square 就是時報廣場 那其實我可以去時報廣場上面 其實有很多 就是 譬如說外面是有一隻那個 大二猛 或者是有很多什麼蜘蛛人啊 那些大家很熟悉 他們都會在時報廣場這樣 然後 裝扮成這樣 然後可以吸引力跟他們拍照 那三太子來這邊 也得到了很多人的關注 那其實他們這一次 他們這組 他們因為 因為我們的二三名只提供住宿 沒有機票 所以其實二三名去的話 他的經濟壓力就稍微搭一點 那像他們這組 就希望他們透過他們這樣的表演 舞蹈表演還是這樣的演出 他們可以去目 為自己目到一些旅行的費用 所以他們就是有邊表演然後邊募付款 那他們這一次去其實也蠻有趣 他們就是剛好 在紐約的這臺灣公安局也 發現他們要再拍照的影片 等會 我們說就跟他們合作 會去找他們來的去表演 然後就發揮了一個團體 一些團體 然後在紐約一個很知名的公園 叫做Brand Park 然後他們去做這樣的演出 然後讓外國人可以參考 這是臺灣的原住民民黨 那本屆然後定義的社群本屆的定義 他們現在還正在紐約 那他們其實是兩個 臺大的本來 所以我們都是很入氣的 但是他們做的東西 都是完全的關係 因為他們一定喜歡歲月 一定喜歡下廚 那他們的他們的任務 就是要想辦法結合這兩種 怎麼做呢 比如說他們都想他們就 他們在形成這個臺灣短導 然後拍了一些很多幾 臺灣景點的照片 那他們自己把這些照片做成明信片 那他們也在臺灣蒐集一些問題 譬如說 你想要問聯誼什麼問題 他們就把這些問題蒐集 然後配合做明信片 然後去到聯誼去問這些聯誼的人說 我們臺灣的同胞也想要問你某某問題 但你們能告訴我們這個檔案是什麼 那他們也透過明信片去照顧 像這個也是 他們會在很多的景點 然後隨機也找獵人 然後去問明信片一些 就透過明信片去照顧 然後另外一部分就是 關於下廚 部分他們怎麼做呢 他們其實這次主要 他們都知道 因為他們其實是要去聯誼 讓我去寫高評審 那像之前全會有上新聞 就是說 兩個臺大們都希望去 因為應該是兩三年程吧 其實臺灣蒐集結糕也被 被英國賜 然後英國賜 是最隱私的食物之一嘛 那這個很喜歡 做下廚的美食的男生 我覺得不行 蒐集結糕這麼好吃 我一定要讓大家知道 蒐集結糕其實不餓 所以他就決定他要到聯誼 去自己做蒐集結糕 然後去請入園試吃 然後問入園的感覺 那他同時也跟我們約了一些 餐車 他去訪問這些有名的餐 就是很有名的餐車 然後去請餐車老闆去吃 試吃他們做的蒐集結糕 然後去接觸到很多的人 然後 就是他們做完蒐集結糕 其實他是因為讓人好拍拌 這樣把他把蒐集結糕 切成一小塊一小塊 然後放在冰盒裡面 感覺是比較精緻的樣子 那在這段公園的請入園試吃 那其實他們自己都非常意外 又不覺得得到非常多 很不錯的感悟 這個是他們在 就是完全的蒐集結糕 其實在吃完了 所以今天他們來非常地開心 因為他們也其實是不放過的 希望 對 那他們其實現在已經執行得到 應該是第12天了吧 他們應該會繼續執行 所以大家有興趣 他可能會follow我們的網站 然後繼續看下去 那這一組呢 是建築室的學生 他其實只有一個人 然後他大概是 那是8月中的時候他會出發 那他現在就已經在台灣的 特別是有點像大黃島 然後他是希望全日本的建築室 所以他希望把台灣的老英 再生的概念 這個概念 然後呢 他想要把它帶到委員 那他就想去用行李箱的方式去做 所以他就問他去說 我這一次去到我會帶什麼 行李箱會裝什麼出去呢 那我又會裝什麼回來 這當時呢 他就希望能夠裝 適量的東西 在行李箱裡面 然後去改造行李箱 那這希望東西呢 都是跟台灣配色不同有關的 那我就跟隨他講了 因為 譬如說有一個是天燈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他在環島的時候 他做了一些實驗影片 看一些 左邊這一張是要排給我們 我們的錄園道 那他現在在實驗 然後又跟不延長 就是等等 所以他會試著 在納約 然後把台灣天燈的行李箱 然後在 夜行李箱去呈現 在裡面園 那大概是8月份的時候 會開始 所以我們現在是同了幾招 那大家有些片子 可以幾次會follow 那這大概是我們 成績的照片 那 我們的網站就是 HALLO C的一個網站 那跟大家可以快速講解一下 我們的網站呢 主要我們是介紹 就是程式的影片 有一個部分 那我們現在內容的 我們要介紹有三個程式 一個是 一個是紐約 一個是巴黎 然後一個就是 我們的首都台北 那 我們未來應該 第四個程序是東京 那我們希望 各身地旅遊 就是 透過外度人啊 或者是一些 比較外地的角度 來去看這個程序 不管是人文方面 或是藝術活動方面 那剛才跟大家介紹 有任務的旅行呢 我們今年的話 在講 例如第三組應該提出 大概是八月中 那 我們給他們執行的時間 其實我們是提供 譬如說第三組 第三組的話 是十天的 也會去付 那如果他要超新的時間 要繼續執行 他任務也是可以的 那我們今年都非常的 比較厲害 就是各方組 他們都去超過 我們給他們的天賦 然後他們都繼續的執行 所以我們覺得 大家都去做這個 會議非常地 是在一個進一步的任務 我們給他們這樣的機會 在運行是 我們也不知道是 你該怎麼做 就等於說你要自己去想 對自己的對他的運行 去做一個任務 並且你想要挑戰什麼事情 我們是希望說 每個年限他可以去想像 這個運行其實是一個自我挑戰 那我們相信 就透過這樣的運行 出去後再回來後 也會覺得很不一樣 因為這樣已經不是以遲和玩樂 其實他們也 不要讓他們做好好的事情 其實他們在執行那邊 任務他們也 也充正地去 感受越來越的人人文化 譬如說他們去吃 旅行團團 所以我們並不是說 你今天去執行這樣的任務旅行 你就是完全 好像你不能觀光 又不能吃當運行 都不是 其實兩者結合在一起 那我們也預計應該會在 在今年的 可能是今年底 我們會上一個成果分枕會 已經說這三組新人 他們會 重新聚在一起 然後會 跟大家分享他們理由的經過 那相信會比我現在 給大家介紹的更加精彩 因為他們將會 有很多細節 我現在有很多細節 可能就會知道 好 那我跟分享 大家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好 謝謝仁娜 我剛才對一個 就是提到 好 來來來來 這個的話 如果大家覺得 這是真的還滿有意思的一個旅行 那我們也希望我們網站可以繼續辦下去 那我們通常都是在每年的三四月 我們就會開始有這樣的發佈 那我們讓這些執行的時間 其實是七八九 七八九這三個月 其實我們目標是對於 就是18到30歲的青年 所以大家也都可以 有興趣就可以告知你身邊的親朋好友 對 然後歡迎來一起挑戰 那再講到我們的網站 就是說如果大家對於旅行非常有興趣 那如果你自己 因為我們其實也在招募 就是對於經營城市旅遊 有興趣的夥伴來加入我們 那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資源釋放給你們 你們譬如說你們想要經營某個城市 不管是哪個城市 台南或者是 對 某個城市現在突然講不起來 某某城市 香港也可以 對 或者是北京 那你就可以來跟我們聯絡 因為我們就會把我們資源開放給大家 那你就可以擁有 經營一個城市的經驗這樣 可以跟我們一同的來成長 大概是這樣 好 所以剛才大家有頻道這樣講 就是18到30歲 對 所以那個 像我們之前那個 教練台中的時候 就有一個朋友 他說他心智年齡30歲 可不可以這樣子 對對對 就是他已經超過年年了 也希望可以那個 一起做這樣的一個深度旅行 對 所以假如說 身邊有朋友覺得 就這樣的一個計畫 可能有興趣 或是在場的朋友 你可能還符合這個 年齡區間的 然後你也 就這樣的一個旅行有興趣 然後可以多關注好的Cities 他們的活動的相關資訊 那其實剛才在那個 那個影片裡面就有提到 就是想到台灣想到什麼 想到台灣想到什麼 其實這個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們在這個土地可能生長了 可能十幾二十年 那我們到底對這樣的一個土地 我們有什麼樣的一個情感連結 然後我們對他有什麼樣的一個想像 然後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然後或許也可以把這樣一個東西 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好 那下面一位的分享者是我們的Rachel 那其實大家看她的簡介上面會提到 就是她在這個好像義大利旅行的時候 她曾經有跟一個廚師學做菜 那這件事情就非常有意思 就是我們出去旅遊 很少會去關注到 可能我們會吃當地的美食 可是我們不會去深入了解 這樣的一個美食 它是如何去組成的 那它背後有什麼樣的一個文化的 或是歷史的一些因素所組成 那這些食材呢 或是這些美食 還有跟當地的這些建築 或是可能當地的一些 可能他們的那城市的發展 可能有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那我們去掌聲歡迎Rachel她的分享 大家好 我是Rachel 然後我剛剛聽到前一位講者分享 就想說 我也過了那個任務 想當年年輕的時候 我也有參加課文會的活動 再早一點的話 我也會來幫你 那我覺得這個有任務的旅行 是很好的 那我今天要分享一次旅行 發生義大利 因為我先下一頁好了 我是那個好還有義大利愛玩客人 那我先說 成功才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